跟着部落族人一起进行祈福仪式 带着愉悦的心情进入部落 由台东县政府首次示办的野营生活节 在迎接秋冬季节规划六个场次 分别在太马里的三河 大午的南星 东河的都兰 昌宾的永福 海端等地区安排两天一夜的露营活动 不但结合部落 别于一般的露营活动 更能体验台东在地的各种文化 8月22、23以及8月29、30 这两个场次正好搭配 太马里竞争花记忆 可以来一趟赏花之旅 我们这个场次是我们的第一场次 跟第二场次 那我们这个活动 最主要也是要配合着 我们太马里的竞争花记 然后我们来到做两天一夜的 一个深度的旅游 那我们第一站会先来到 我们的嘉兰部落 那就如刚刚大家所看到的 我们来到嘉兰部落的时候 我们会先进行一个祈福的仪式 祈福完毕之后 我们会再跟大家做一个团体的舞蹈 舞蹈完毕之后 我们会来这个地方享用他们 很特别的所谓的风味晚餐 那风味晚餐吃了 大家既然吃了这么好吃的东西 那有什么想法吗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待会下午的时候呢 我们会带各位去做野菜的采集 我想这个是一个绿生活的一部分 让我们大家能够用 享用最零碳食物 也就是最接近的食物 然后来怎么样来自己享用 当然啦 借由这样子一个采集的过程中 我们来认识一下 哪些的菜是可以吃 哪些菜不能吃 上游金峰香的嘉兰村 再到太马里海边扎营 晚间还有资本泡温泉的行程 马上再进行萤火晚会 接着更不能错过的是 在太马里迎接清晨四点多的日出 游城门档更能享用在地美食 而活动更提倡清旅行 旅生活 如果自备露营装备 还能够享有回馈 台东野营生活节 8月17号正式开跑 报名方式只要上 台东野营生活节网站 或是电话报名 前2000名县府提供报名费 将近半价的优惠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报名了 而且报名非常的踊跃 然后我们报名的话 各位可以参考我们的网站 你可以打2015台东野营生活节 就有我们的专属的网站 那我们可以用电话报名 也可以用传真报名 也可以用网络属的报名 那重点是 它的费用非常非常非常的优惠 我们原价一个人要 3590块钱 但是在于所谓的政府的辅助 还有在于我们跟部落合作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目前一个人 只收1980块钱 而且名额非常有限 只有2500 名额满了以后 我们就必须要恢复原价了 就是3590块 所以报名要快 享受生活体验不一样的露营活动 8月到11月间 6个场次的露营行程 不妨依照喜好 好好的安排 周修的美好时光 东台新闻 林婉珍 刘大游 金峰箱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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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